5大精油的使用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 5大好用的精油使用方式 首先第一个 当然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使用扩箱机啦 所以你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扩箱机 或者是它有不同的颜色啦 我个人最喜欢的扩箱机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地方是玻璃的位置 那关于扩箱的一些设备 我们会另外开一集来跟大家详细的分析 关于不同的扩箱机 扩箱石啊等等的一些之类的扩箱物理的一些使用 大家有机会可以等我们那一集 那精油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空间扩箱的东西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纯天然 如果你买的精油呢品项是很棒的情况下呢 它基本上就一定是来自于纯天然 那混合香精啊或劣质厂商我们就不提了 那在扩箱这些天然的植物的时候 就好像你在家里擦了一束花的感觉 你会觉得一直很舒服 好像在家里种了一棵树 那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牛奶的广告 它就说好的牛奶就好像你喝下去的时候 就好像你家里养了一头牛在你身后 走过去有那个猫的声音 那我自己也觉得说就是你扩箱的精油如果选得好的话 你就好像自己步入在这个森林当中 比如说我自己最很喜欢的就是用一些丝薄啊 云山科的植物 扩箱起来的时候空气好迷人哦 有月桂的香味 有这个黑云山白云山的那种香甜感 树木森林感 我就觉得好像我在森林里面舒服的工作 就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个很棒的一个情境切换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空间扩箱的 那有时候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比如睡觉的地方啊或者是玄关 我们使用不同的味道的时候 当我们一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就可以让自己做一个情绪的转换 所以有些呢一些资商师啊或者是一些 呃经理治疗的一些一些团体 他们也会跟我们来去做使用这个空间扩箱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申请 那他们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 当他们在扩箱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个案啊或者是来咨询的人 他一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可以很好做一个情绪的切换 所以空间扩箱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你除了可以使用这样的扩箱机之外 你还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扩箱石 或者甚至你直接拿一个碗里面摆粗盐 他都可以滴精油来去做一个空间的香分扩箱 大家可以等一下我们之后的有一集 我们就会介绍这一类不同的一些生活当中 很好用的一些扩箱的小物 那空间扩箱是第一个精油的使用方式 那在进空间扩箱的时候 其实他的要求就没有太难了 因为你只要把你喜欢的精油气味全部倒进去 基本上就OK了 那像之前我们合作的Hockey这个品牌的精油呢 他基本上都可以做空间扩箱 那他的纯精油品项没有什么太多的使用禁忌 只是他有一些的品项是有调和植物油的 那这部分就不建议大家使用在扩箱机器里面 但是你就可以使用在其他的一些扩箱的一个东西上面 但是机器里面就不建议使用含有植物油的一些调和油 再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那空间扩箱它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这时候有些人就想用在身上 想把这个香味这个花香带在身上 好像用香水的一个感觉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混合植物油去按摩或者是涂抹身体 所以呢 这边的话使用上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禁忌哦 像刚刚我们因为使用在空间的扩箱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单独一支精油或者是复方调和你喜欢的气味直接扩箱 都是没有太多的使用禁忌的 可是如果调和到身体上来讲的话 它就会有一些使用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有些刺激的一些精油 像是所谓的分类啊 全类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比较高的一些 像是什么我们直接举精油给大家听好了 像是什么柠檬香茅啊 百里芬百里香啊 牛制啊 也马依然这样的精油 它都属于刺激性比较高的 你要使用在身上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 因为它本身就属于高刺激性 甚至有些植物你光是嗅吸 它的叶子就会觉得有种刺鼻感 那这类的精油就不建议大家随便的使用在你的植物油里面去做按摩 如果你是方疗有学过方疗基础的 我相信你一定都知道怎么去选择 那如果你是方疗新手的情况下 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去买配置好的 或者是咨询方疗师 然后再去做使用 避免你涂上去又刺到皮肤很不舒服 会造成一些搔痒红肿 那这样就会造成本末导致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混合植物油的部分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浓度表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浓度表里面就会介绍了 就是关于你可以使用几滴 那大家就可以简单的把这个就是浓度表呢 给咔嚓下来 你就大概去知道你自己可以怎么样去配置 那混合植物油使用的时候 如果是使用在身体上 我们建议大家浓度大概抓在5%左右 是很安全又好使用的 那如果是脸部肌肤或敏感型的小朋友 敏感型的脸部的成人或老人 我们就会建议你把浓度稍微再下修 大概在2%到3%会比较适合哦 那当然会依照不同的情况 你可能是紧急使用或者医疗上的使用 你可能会把浓度稍微调高 这部分我就会认为你需要具有专备的知识 或者是资讯你的方疗师去做一定程度的调配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可以简单的使用真正薰草精油 或者是像花蜜木 甜橙 这是手鱼安全性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些精油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跟植物油直接照我们刚刚表格上的低速 直接混合去做使用 那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你直接拿起来以后 按压在手上 那基本上你按压乳液或者是植物油 压嘴头按压一次大概就是1毫升左右 所以你按压两下就大概是2毫升 那如果是植物油的话 你就可以假设你按压大概3下左右 大概就可以得到1到2毫升左右 所以你可以记得压嘴头的乳液 大概按压一下大概会是2毫升 植物油的按压头 大概按压3到4下也是2毫升左右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记 那当然因为不同的厂商使用的按压头不一样 可能会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自己简单抓一下 所以你按压两下或者是按压4下的植物油 你大概就可以使用5滴左右的一个精油 你可以简单这样自己 这样使用起来都是很安全的 你可以快速的把它在手上混合以后 涂抹在自己的身上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跟方便的 所以呢在调和植物油上 它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 这是芳香闺蜜的工商时间 也是不可以跳转的工商时间哦 叶文自己本身是一个 艾菲跟Naha高阶认证的方疗师 也同时是许多美容媒体SPA店的品牌顾问 如果你对于芳香疗法或者是植物精油 有更多想了解的内容都欢迎跟我们联络 我们有相关的系列课程 也会跟企业、学校、社区合作相关的讲座课程 另外也有一对一的精油家教、美容媒体的相关培训 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创业品牌、斜杠、店家经营有许多的问题 也都欢迎跟我们预约一个咨询时间 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课程跟品牌规划 另外也能够帮大家打造一个完整的经营模式 不管是你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你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他哦 芳香闺蜜即将有全新的电子报咯 我们诚挚地邀请你在这一年跟我们一起透过电子报来学习 在这一年里面你会收到我们的进阶芳疗知识 自我经营的心法跟秘诀 我们也有可能会邀请许多的店家老板 来跟我们分享他经营芳疗、经营按摩SPA店的一些心路历程 另外如果你在配油上面有一些困扰 我们也会针对芳疗配方去进行分析 另外也会带入了经络、体质的一些相关探讨 另外在Naha跟IFA的进阶证照学习当中 大家最讨厌的就是英文的拉丁学名 植物油的学名真的好艰深 胜利解剖好难啊 精油化学不就是我最讨厌的科目吗? 这些都将由诱文来陪大家一一走过跟克服 我们也会针对这些考题来去做一些相关应用分析 如果你对我们的电子报订阅内容有兴趣 可以详见我们底下的资讯栏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订阅这个超值的电子报哦 对了对了 我们不定期还会有直播通知 大家就可以直接跟老师面对面线上讨论、线上学习 是不是非常超值啊? 一年52周 每一周我们都会给你全新的内容 敬请期待 你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跟我们联络 或者是到底下的资讯栏找到我们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在使用一些香水或者是空间喷雾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推荐大家可以使用酒精来去做一个媒介 像我自己本身呢我就会准备一个空瓶 那这些有时候是我自己本来就在清洗一些精油瓶啊 或者是像这种扩香瓶有时候要稍微去清它的这个塞头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酒精去清洁 那清洁完以后我就会把这个清洁完的酒精 再倒回去我的那一瓶酒精里面 那这时候我的酒精里面就会 产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精油的一个气味在里面 那这样子有时候我在擦桌子的时候 就喷起来就会香香的 那当然啦 有可能到清零节啊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民俗月的农历七月的时候 或是大家出国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使用禁忌啊 或是担心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精油把它添加在你的酒精里面 那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空间喷雾 来去帮助你做空间的进化 或者是空间的除臭除虫等等 那这边我们到之后也会再提供给大家一些很好用的一些配方 所以酒精搭配精油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空间喷雾哦 那当然有些人呢也会把它配成所谓的睡眠配方 把它喷在它的枕头上 不过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酒精的味道 所以我睡眠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使用酒精 作为我的这个空间喷雾的一个媒介 我还是比较喜欢植物油的一个味道 或者是直接使用香氛机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那么第四个好用的精油使用方法 就是用在你的清洁用啦 像是我自己有时候呢 就会在洗手乳里面自己自制洗手乳 或者是在洗碗机里面自己倒了一些 放了比较久的甜橙真正薰草精油 那就算没有放很久我还是会偷偷夹 因为它有时候就会让我洗碗的时候 洗手的时候就嗯 好香好舒服 就会心情很愉悦 那有时候在衣服上 我有时候也会假 因为有时候衣服真的太多 堆太多天没有洗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闷闷的味道 或是我们洗完以后 没有马上亮起来的时候 那衣服就会有种湿湿的味道 或者是连续下很多天雨的时候 空气中都是这种闷闷潮湿不舒服的味道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精油在我在日常清洁上使用 比如像是洗衣服里面我就会先倒在洗衣精 我的洗手乳洗碗精我都会用 那拖地的时候 我们的拖地的清洁剂也可以添加这些精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扫地机器人的那个水箱 其实是不能够直接滴精油的 因为扫地机器人的水箱 它实际上是塑胶制的 那像用文本身就曾经犯过这个错误 我就自己摊方便 我就直接把精油直接倒到那个水箱里面 我想说马上就用完应该没差 那在当下没有感觉 但是我连续使用10次以后 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扫地机器人的水箱 好像会漏水 那我后来仔细一看 就是因为精油它其实是具有微微的腐蚀性 那你长时间使用的时候 它就会去腐蚀里面的这个塑胶 还有它的塑胶塞头等等 可以放置精油的这些塑胶 它事实上是有选择过的 绝对不是扫地机器人的那个水箱 因为它事实上它的设计本身 它选择的塑胶 就不一定是适合精油可以去碰触的 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我的机器的损坏 所以我后来就直接整个换掉 扫地机器人的水箱 那还好是只要换水箱 如果我再继续乱用的话 它可能就会让我的机器人坏掉 所以大家在使用精油接触塑胶的时候 也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一段事情 那我后来的使用方法我就把它改过来 我就直接把精油结合酒精 先喷在那个地板上面 再让机器人扫地的时候 拖地的时候直接它里面是纯水 再去把这个东西给拖过去 那这样子就不会让我的扫地机器人 或拖地机器人造成损坏的现象 这边是纯文自己本身的一个错误使用方法 提供给大家不要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 那最后一个使用 这个人最最最爱的 让我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去泡个澡 我就会使用精油来去做泡澡 但是提醒大家哦 精油泡澡的时候精油会浮在水面上 所以它事实上是不能够这样泡的 你会让自己受伤 因为精油浮在水面上的时候 你可能是膝盖这样弯起来的 这边是水面的情况下 你在上面这边会直接的接触到的是纯精油 因为精油浮在水面上 它基本上都是难溶于水的 所以这时候它就会造成你肌肤的一些刺激跟灼伤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你要使用精油泡澡的情况下 就一定要把它混合沐浴乳来做使用 所以你可以直接挤压挤滴那个 按压几下沐浴乳 直接把你想要的精油直接倒在上面 像我自己感冒的时候啊 我最就是快发烧前我最喜欢的就是像肉桂 西兰肉桂再加上一些甜橙广阔香 就把它倒一倒以后搅一搅 把它放到热水里面加去泡 那有时候快发烧的时候 这样子用一些比较热性还有一些广阔香啊 西兰肉桂啊姜啊甜橙这一类的精油 泡一泡以后真的也蛮厉害的 隔天就是再好好的去睡一觉以后 隔天起来基本上就好了 就不会真的发烧 那有时候那种快发烧起来 你没有赶快处理的时候 它隔天就真的会烧起来 竟然要请假一天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要好好的休息 那在泡澡的部分呢 当然有时候我很懒惰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使用纯露来去做泡澡 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 但我们今天因为教的是精油的使用方式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在泡澡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像是所谓的沐浴乳洗髮精去混合以后 再把它这样子混合完的这个沐浴乳跟洗髮精 把它放到你的浴缸里面再去做调和以后再进去泡澡 这样才不会让你的肌肤受伤哦 那小朋友如果要泡澡 他在有点感冒有点比赛的时候要泡澡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小小的小朋友的泡澡桶 就是那种小baby在洗的 那你就大概使用5-10滴精油以内 加在他的沐浴露里面再去让他进行泡澡 那如果是大人你使用的是标准大型的一个大浴缸 那你大概可以使用在20滴左右的精油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的体积比较大嘛 所以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使用上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哦 那我是温恩 希望你洗完我们今天的五大精油使用方式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个你可以用空间扩箱 第二个你可以混合植物油对身体做一个按摩保养 第三个你可以混合在酒精里面做空间喷雾 或者是香水酒精的使用 第四个在你的日常清洁里面洗衣拖地洗手 洗碗统统都可以跟你的界面活性剂 就是清洁剂混合以后去做使用 第五个就是在你洗澡泡澡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加在你的洗法精里面 或者是沐浴乳里面 当然也可以直接拿起来洗头洗澡 或者是进行泡澡的一个动作 都是很不错的哦 所以精油真的可以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 让我们每一天使用都有愉悦的心情感受 希望你喜欢我们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想了解更多的方向知识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 或者是IG跟我们互动 最后一定要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 必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